字幕先生 李宗盛 這些花花絲絲的蛋糕用料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美國上可謂老少咸儀,但視覺上就似乎兒童不宜了 95人吃的蛋糕卖二百多元人民幣,价钱并不算太贵 吸引情侣之余,亦令到这间病屋明星却起 其实病屋刚刚推出成人蛋糕的时候,亦引起过不少争议 但因为蛋糕只肯成年人出售,病屋老板的做法亦慢慢得到顾客的认可 生意一直不错 店主说现在还未遇到生意